兔小被之 动物奇缘 牛不吃草的时候 为什么也嚼个不停 哦 好饿啊 对了 我书包里有吃的 嗯 真好吃 豆豆猪 零食可不能吃太多 小心会变胖哦 那 那我不吃了 哦 豆豆猪 你在看什么呀 嘿嘿 你看 牛也是个爱吃零食的家伙 它的嘴巴一直在嚼个不停 哎 牛可不是在吃零食 牛有四个胃势 即流胃 网胃 半胃和皱胃 在吃草时 牛没有嚼碎 就吞了下去 食物会再是储存在它的流胃里 等到它休息的时候 就将储存在流胃内的草 不断地返回到口中 重新咀嚼 食物细细咀嚼后 才再进入网胃 然后进入半胃 最后在皱胃里 进行充分地消化 哦 原来牛是这样吃东西的 嗯嗯 不仅牛这样 羊也这样 牛和羊等食草动物 在矿野里快速吞食食物 然后躲到安全的地方 慢慢咀嚼 这种现象 是一种对自然环境的适应 嗯嗯 不走了 我们还是赶紧回家吃晚饭吧 嗯 好 小朋友 你知道牛 为什么会一直搅个不停了吗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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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